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吸引着无数游人 西昌人钟寝于家乡的黄格树 它即使在平息的土壤中 也会孕育出蓬勃的生命 它的根系紧紧地扎进石缝里 伸向土地中 陪伴古城人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春末夏初的西昌古城一派盎然生机 走在城中时常可以看到 一蹴蹴盛放的三角梅 和一颗颗挺立向上 有着强大根系和旺盛生命力的黄格树 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孕育了一代又一代 捕捉坚毅的古城人 他们就像这城中一颗颗矗立的大树 世代扎根于此 生生不息 西昌古城位于四川安宁河谷附地 四周被连绵的高山环保 蜿蜒的安宁河贯穿全境 共成了山水城相依相容的独特景观 西汉市这里被称为穷都 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城内有九阶十八项之说 以四排楼为中心 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于此 一条条首尾香街 曲折悠长的小巷分布其中 隐藏着古城人热络的生活 清爽可口的豆花饭 香气肆意地炸酥肉 混合着茶馆里飘出的淡淡清香 弥漫在街头巷尾 老街上至今保留着七八口明代古景 人们桃米写菜 酿酒泡茶 鼓鼓清泉滋养着八方淋漓 润泽着古城人家 想象深处一蹴蹭盛开的花朵 伸出墙外 在微风中摇曳 七昌有着春城的美誉 月月有花看四季春常在 从春到冬 古城变换着浪漫缤纷的色彩 吐露着四季轮转的芬芳 温润的气候 让七昌成为一座七彩之城 西昌城的建立与一条古道息息相关 打通陵关道才有西昌城 西汉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 汉武帝希望打通一条从成都通往西南的道路 年轻的皇帝连续四次派人前往蜀地 却都被蜀南的崇山峻里峡谷急流阻隔 只能无功而返 朝中群臣纷纷劝阻汉武帝就此罢售 15岛南 里面都有15岛之南 南一山青天 它在外面恰恰就是 再加上你有个不晓得民宿 医院又不同 风修又不晓得 你这个事情都一切都是为之所 那就是带了很大的冒险性质 因此的话 它这个不晓得到底路上回去 到哪些困难 这都很难在说 就在他们看来 可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 对对 无法完成的事情 就在汉武帝一筹莫展之际 他读到了司马向儒的一篇文章 《南属富老》 这篇文章坚定了刘彻开疆拓土 打通西南的决心 非常之人 说非常之人 他也非常知识 非常知识 他见非常之功 而非常他就是一般人 但不能理解的 加下这段文字 汉武帝看到简直就正中下坏 汉武帝就对他极端的生死 拜他为中冷将 让他来完成这个使命 司马向儒由此踏上了高山错额 夏林翘鹤的南下之路 他带领两千多名士兵 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没打通一段道路 就修筑一个驿站 西昌城北的安明河一带 是最为艰难的一段 全城都是悬崖峭壁 将士们从山顶 顺下一根绳索 系在腰间 身体悬在半空中 一面是万人绝壁 一面是滔滔江水 林关道就这样 一寸一寸地 在安明河国不断向南延伸 历时23年 司马向儒终于打通了这条 从成都通往云南的林关道 西南地区 正是纳入汉王朝的版图 许多当年开凿道路的士兵 就此留在这里 成为西昌城的先民 林关道与五尺道 永昌道等 一起构成了通往印度 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 属地的穷诈 属布 丝绸 铁器等 沿着这条道路 运到南亚 西亚 甚至欧洲 这条串联起春巅 远达印度的商贸之路 给汉王朝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也让西昌成为西南地区的 商贸重镇 古老的大通门 见证着古城的历史边迁 唐朝时 朝廷在此设立西州 明朝初年 朱元璋在唐代西州城的遗址上 建起夯土城墙的建昌古城 如今 古城中还保留有三座明代城门 西昌文保所的工作人员 正在北门进行考古发掘 这是北门修复前的最后一次考古工作 在古城北门的勘察修复工作中 当地人发掘出了古城墙自建城起 之后续不同朝代的多块名门砖 这也从实物的角度印证了古城的辉煌历史 而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过往 早在六百多年前 古城墙初建城时 这里就发生了一场决定古城生死存亡的战争 明洪武25年 归降朝廷的建昌指挥使 岳鲁天木尔见西南防武空虚 联合多个部落上万人起兵反叛 当时建昌城内只有守军几百人 主将安迪立刻向朝廷求援 同时组织军民誓死一战 那个时候人数这个差距是很大 对方如果不断地攻城 几百人怎么对抗几万人 虽然是士兵只有几百人 但是士兵背后还有无数的老百姓 老百姓也参与到这次防守 这个保卫战中来的 老百姓在后方输送物资 石头土块都拿上来 就在哪个地方发现敌人 指挥官一发现 老百姓士兵就往哪个地方去 冲过去防守 石头瓦块都往下砸码 建昌城军民一心同仇敌凯 接连击退了叛军的一次次进攻 当时镇守西北的大将军蓝玉 得到命令 带兵驰援西南 但甘肃到四川近两千公里路程 大军最快也有三个月才能到达 当时建昌城内的粮草储备 仅能维持十几日 叛军久攻不下 便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 越路天摩尔带着几大车军粮出现在城下 并宣称 只要打开城门投降 可以不伤百姓性命 还能获得救命的粮食 可即便如此 城中没有一人屈服 守城主将 杀掉陪伴自己多年的坐骑 分与僵士 城中百姓纷纷把家中仅有的 考量送到军营 古城军民团结一心 用顽强的意志守住了城池 最终等到了援军的到来 南一带的部队是一万五千人 那这个地方他评判了之后 他就给红武皇帝朱元璋就提议 要戍边囤墾来巩固守卫这一方 所以要求这来的这个部队 一万五千人就要就地囤墾戍边 住下来了 那么就想办法要生存下去 为了抵御外敌 保护家园 囤墾戍边的士兵们开始加固城池 他们把曾经的土墙换成了砖墙 建起了高大的城门 在城中变植黄格树 古城在历经战火之后 慢慢恢复了繁盛 这一天 古老的洞经音乐 在古城的大通门上再一次响起 镇守西南的士兵 把家乡的音乐带到这里 渐渐地形成了洞经古乐 它融合了中原音乐的中严厚重 宫廷音乐的古朴典雅 和江南丝竹的细腻柔美 六百多年的时间里 古乐声从未见断 一次次在古城中响起 古乐的内容 是祭祭文昌帝君的德行和善举 表达着古城人尊师众教的情感 古城里的西昌二中 也有一百多年历史 它的前身是建于1894年的延经书院 这个是傅委员的手术 先镇堂 傅语 它的手语 它的手语 这个就是傅委员的清笔书写的手语 这个太珍贵了 这个叫朱笔 朱笔手术 清朝雍正六年 建昌改名为西昌 光绪年间 胡威元调任西昌县令 面对一片蛮荒之地 他决定兴建书院 开民众教化之风 当时朝廷划播的银粮 并不包括教育经费 为了兴建书院 胡威元多方奔走 愁挫资金 但收效甚微 当时的西昌大兴尚武之风 对文化重视不够 胡威元认为 改变风气 首先要改变当地人的思想 便拿出自己的俸禄 在古城中建起了一座书院 因为资金有限 书院规模不大 学堂仅能容纳二三十人 胡威元为书院取名 严经 希望学子能够潜心研读 金石子籍 博学名理 他之所以做这些努力 那么除了筹到钱而外 他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一种教化 让人们重视教育 重视疏怨 所以我们办成是最难的 所以有人说最难的 有一件事情就是 把自己的思想要装进 别人的大脑 所以胡威元就是坚定了 这个信念 从新兴之火 成燎原之士 在西昌建成了官学 兴盛了文风 要是没有这个意志的人 可能早就放弃了 非常之人 行非常之事 在胡威元的影响下 古城的读书人越来越多 书院的规模逐渐扩大 学生也从最初的二三十人 增加到五六百人 然而西昌的学子们 在多次科举考试中 榜上无名 胡威元为此向皇帝上书 希望在科举考试中 为西昌增加录取名额 这个特别的请求 得到了皇帝的恩准 自此 古城走出了四名境士 七十四名举人 近代以来 古城又走出了教育家 傅光训 陈希增 著名画家 美术教育理论家马台 抗日英烈画品章 中共西昌特别织补 创始人廖文斌等 严京书院自创办之初 几经一鸣 但文脉一直未断 延续至今 西昌二中的书院楼 就是当年严京书院的所在地 这是当时建成了 严京书院之后 就悬挂在严京书院 有一个望海龙 前边就悬挂了这幅队名 就是上年是 灯高必自碑 静对庐山 独开生命 意思是说 我们从低矮的地方 那么像这个山顶攀登 就是你要登上山顶 一定要从第二个地方 慢慢一步一个脚印的登上去 下年呢 是银磕而后继 纵观穷石 好树源头 银磕 银是充满 磕 是那个水沟里边的坎 就是那种小的土坎 就是说水流 小心里边的水流 遇到这个坎的时候呢 怎么办呢 它就慢慢地流 慢慢流 就把这个坑给流满了 围学也好 做人也好 那么一定会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怎么办呢 我们好坚持 再坚持 慢慢地战胜这个困难 这幅曾经悬挂在 严经书院的对联 成为古城学子的人生格言 随着校园里的 琅琅读书声 古城人百折不挠 切而不舍的精神 传遍四方 如今 西昌人沿着穷海和庐山 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 这个曾经闭塞的 大山深处的小城 交通越来越便利 成坤府县西昌段 正在嘉景建设 宜兵至西昌高铁 也即将开工 蒋荣邦是参加 成坤县建设的一名老兵 如今儿孙绕西 享受着天伦之乐 说起当年建设 成坤铁路时的情景 老人感慨万千 这是你刚刚参军的时候的照片吗 刚刚当兵就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您 刚刚当兵 这个时候天明年的牌照 那时候看着好小啊 好小 年纪很小 十六岁了 十四三公斤 当时不是来当铁大兵 当时两个上的小伙 我哈到了 他说来有小伙 当兵很苦哦 我说既然来当兵嘛 准备想到这个哭不哭 我就当时就要说来 当时还还不得干啥 当年和蒋荣邦一样 一批十七八岁的青年 怀着满腔热情 投身到成坤铁路梁山段的建设中 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 为了加快中国西南地区的建设 为了边疆地区的稳定 同时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国家决定修建这条 纵管西南的铁路大动脉 一千零九十六公里的成坤铁路 沿线三分之二是崇山峻岭 沟河纵横地势陡峭 地质状况十分复杂 苏联专家认为 这里是铁路进去 中国人不可能自己修建成坤铁路 为了修通这条铁路 当年参加建设的铁道兵和沿线工人 纷纷写下血书 每个牌有一张一个白布系的血书 洗净以后把自己的名字洗净 洗在高头 把指甲由大头顶下 就按去血淫了 那时候表明什么决心 表明 所以是罪名为成坤铁路的修建 牺牲自己 前来洗了血书还洗了一份意识 自司马向如打通林关岛两千多年后 叮叮当当的开山俯锤之声 又在冲山峻岭中响起 在那个装备和技术 都很落后的年代 建设者只能凭借血肉之躯 去挑战这项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隧道挖掘 是施工中最危险的 因为地质结构复杂 施工中常常遇到 意想不到的情况 蒋荣邦在一次挖掘隧道时 突然遭遇踏风 排长张启友被压在去尸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 就早把母巴把它扔起来 在下面先把它扔起来 把他身材的尸子 把它扣出来 一路扣水一路苦 就把它抬到洞口上 在他这个包包里面 搜出一尸一封 他洗个旗子 或者是一封信 还没有发出去 都被血清透了 张启友的牺牲 让战友们悲痛万分 在追悼会上 大家含泪为他送行 同时也立下誓言 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通 铁路建成后 蒋荣邦去到了排长的家乡 把这封尽着血字的书信 交给了战友的妻子 有一个在这个高气球区子 风化 这个 里面都是共产党员 好久没收到新的 现在成功铁路 休戒时 关节时刻 他方 随时可能发生 伤亡 随时都可能出现 如果 有一天 我不在了 也一定告诉军军 叫他好好地学习 向他长大成为一个诸国军事 有勇的人才 一封家书 字字兼顶 表达着一位战士的勇气和决心 成坤铁路的修建者 就像古城墙上的黄格树 即使在最艰苦的地方 也要绽放生命 从成都到昆明 这段全长1096公里的铁路 共有991座桥梁 427座隧道 修建的12年中 有2100多人牺牲 平均每修建一公里 就有两人献出生命 23座烈士陵园 静静地守护在铁路两旁 成为西昌人心中的英雄奉碑 1970年 成坤铁路建成通车 它打通了西南沟河纵横的山脉 让祖祖辈辈没见过火车 没走出过大山的古城人 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 依托成坤铁路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也在70年代末建立起来 西昌逐渐成为一座 现代化科技星城 自20世纪80年代起 古城历经半个世纪的变迁 古城风貌有了极大的改变 然而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 古城人深刻意识到 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于是他们开展起了一场 持久的环境保护行动 穷海被誉为西昌的母亲湖 世代居住在湖边的古城人 靠着穷海里的渔仙 日子过得富足安逸 英德荣一家 祖祖辈辈生活在穷海边 靠着经营于家乐卫生 碧波荡漾 渔州畅满的美景 曾是他儿时最深的记忆 你小的时候吃过穷海的水 吃了 吃了 经常你在海边刷 口可的时候就哄起 就喝了 都是这样子的 那水很好 上世纪90年代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穷海边纷纷开启了余嘉乐 人们围湖造堂 网乡养殖 水域面积急剧下降 沿岸植被破坏严重 生存环境的改变 深深刺痛了古城人 2009年 本着修复一片湿地 救活一个湖 造福一方百姓的想法 当地实施穷海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 这就意味着 这些以湖为生的人们 将要离开赖以生存的家园 失去生活的来源 但殷德荣和其他经营者 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正如当年古城人为了保卫家园 捐出最后一份口粮 为西昌城筑起了一座 牢不可破的城墙 如今为了让家乡山更绿 水更清 他们又亲手拆掉了 自家的房屋和鱼塘 这个时候 当然选择的是把它改参好 我们的整个市场人 是一种相聚的 从2009年开始 人们陆续关停了 琼海边的300多家餐厅 9000多户3万多人搬迁到新城 殷德荣又在城里开启了瑜伽乐 生意十分红黄 十多年的时间 琼海的湿地面积 从27平方公里 扩大到34平方公里 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城市生态师地 琼海师地已成为西昌的一张新名片 正以迷人的风采 迎接着来自远方的游客 2000多年的时光里 古城人就像城墙上的黄格树 深深扎根于此 西昌已经成为一座生态宜居之城 现代科技之城 国家暗物质实验室在这里落户 北斗导航卫星从这里升空 嫦娥探测卫星在这里起飞探月 在一代代西昌人的努力下 千年古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